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感谢赞美主我们 今天早上又带回来 我们来敬拜 来赞美我们的神 首先我们来 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阿爸 天父 主耶稣 基督 满心的感谢祢 保护我们平安的 来到祢的圣洁保救前 主啊 我们用前辈的心 喜乐的心 感恩的心 我尘释的心 来向祢福求 来祷告 来敬拜祢 赞美祢 主 谢谢祢的恩典 祢的爱 主耶稣 主啊 今天早上 谢谢祢给我们 美好的机会 美好的一天 主啊 祢也祝福我们 进入了2021年 4月的第二个星期 谢谢祢 主啊 今天早上主日敬拜 我们要来敬拜祢 赞美祢 荣耀祢的名 做祢的好捐赠 谢谢祢 主 求祢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 保护我们 让我们顺利平安的 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 完全恭敬交托在祢大人的手中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 哈利路亚 阿们 来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十时称颂耶和华 祢要深色听送耶和华 赞美祢的花 赞美祢的花 比赞美祢的花 比赞美祢的花 我的心里 也和我好不担忽 怎样赞美祢的花 赞美祢的花 是否一分月 我插手 我对命иллиfrei的花 完了 一诱不要就厮甜 唱上野荷花 讚美大地花 別唱在我 我要上學 唱上野荷花 讚美大地花 別唱在我 我和心裡 野荷花無憐 全非難地見 又要心裡 別奮我感受 野荷花無憐 別奮我 我和心裡 別奮我感受 野荷花無憐 別奮我 又要心裡 別奮我感受 野荷花無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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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奮我感受 我愛你 只能將你 愛的你 只能將你 愛的你 只能將你 愛的你 你也在這場 充滿了我的心法 來臨命的模樣 你也在這場 充滿了我的心法 來臨命的力量 我也在這場 充滿了我的心法 野花是我力量 野花是我感情 野花是那麼棒 你是我的朋友 當場的交流 當場的傳統 戰略野花 你也在這場 充滿了我的心法 你也在這場 充滿了你的狀態 當場的交流 當場的交流 當場的傳統 戰略野花 你也在這場 充滿了我的心法 你也在這場 充滿了我的心法 你也在這場 充滿了我的心法 我能把課堂 帶給我深夜的花 好像空間的陽光 野花是我力量 野花是我感情 野花是那麼棒 野花是我感情 野花是那麼棒 你也在這場 充滿了我的心法 野花是我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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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的路 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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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快 看上去我的胸口 能滿足的從來 我的書 我的神 我的神 我的天 也很快 明明是我們 我們的力量 想像個跳跳舞 靠近光 中山 美 也很快 看上去你的胸口 能滿足的從來 我的書 我的神 我的上帝 我的也很快 你是我們 我們的力量 你是我們 我們的力量 你是我們 我們的力量 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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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亞 謝謝你耶穌 你是蠻好的神 你是愛我們的神 讓我們今天來敬拜你 讚美你 是你的恩典 耶穌 你的愛 耶穌 我們謝謝你 耶穌 哈利路亞 我們是屬於你的耶穌 哈利路亞 我們來再唱一首詩歌 能不能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我屬於你 你是我與你的福分 只想日夜 在你點鐘 獻上敬拜 清醒在你的永悲 事上一切變暗淡 除你以外 我還能有誰 Q8婦便提漱 向我與你的登 surprisingly 我覺得不得力量 不淋漠 在你點鐘 獻上敬拜 Hobby YOUR 4 三 耶穌 玩救你的美 才能游泳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一种家里 能不能和我领导让我感到爱你 我哪都不相信 只想自愿在你眼中 先找你吧 先去见你来爱你 阿里比亚耶稣 如果我是你 你是我永远的不安 先让你在你眼中 能当警告 能不能和我一样 能不能和我一样 我哪都不相信 只想自愿在你眼中 先找你开 先去见你来爱你 能不能和我留在一种家里 能不能和我一样 能和我一样 能不能和我一样 能和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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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都不相信 能和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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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都不相信 能ため你 能和我一样 transformation 全靠命把人 真心的依赖来你 能不能耶稣 能不能 耶稣 我不能敬拜你耶稣 我们永远来敬拜你耶稣 我们永远来敬拜你 是我们的说 阿爸父耶稣 如果他都不相信 いつ能天 heavenひan 谁永远来敬拜你 向rasgrind拜你 精神远来爱你 为讯闻你的会 你永远 aquellos 我们来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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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永远来敬拜祢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耶稣 我们来敬拜祢 我们敬拜祢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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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且仰望敬拜 赞美 归于我们的神 主耶稣基督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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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姐妹 早上好 主内平安 今日也是到了礼拜天 我们要来敬拜赞美耶稣 那今天我们还没讲到之前 让我们大家一头一头一起的低头祷告 主耶稣 我们满心的感谢祢 我们感谢祢的带领 我们感谢祢 赐给我们生命的一切 主耶稣 我们也感谢祢 而保守了我们 到今天 我们可以来聆听祢的话语 主再次的祢恩高祢的仆人 恩高祢的话语 让祢的话语 可以再次的赐给我们兄弟姐妹的力量 再次的可以造就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更加的依靠祢 更加的主耶稣 知道清楚明白知道 祢所要我们所活的生活 祢的旨意 沉浅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这样子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之名所求 哈利路亚 阿们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信息 是关于神迹 神迹是如此真实的 神迹奇迹在我们的生命 神迹在我们的生命 是如此真实的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平常时常都唱那首歌 就是印尼文的歌词名叫 Mujizat Itunyata 就是神迹如此真实 我们也像我们在歌词 我们时时常常都唱 主啊 祢的能力是何其的伟大 在祢也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 但我要全心相信 祢的神迹是如此的真实 我们唱 我们时常都唱 我要全心祷告 祢神迹是如此真实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 是行神迹的神 知道与相信是不同的 你真正的相信吗 你真正相信神迹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吗 你真正的相信吗 奇妙的事 并没有想过的事 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有经历神迹的信心吗 你相信你能经历神迹吗 我们不只是单单要唱 在那个歌词里面说 我要全心相信 你神迹是如此的真实 在我的生命 虽然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 但是我要全心相信 你的神迹是如此的真实 那你自己本身相信吗 你能经历神迹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看到很多奇妙的事 你根本想不到 但是很奇妙就发生在你的身上 那你相信你能经历神迹吗 我告诉你今天 你要相信 你要承认 你要行动 你要接受 神迹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那是你必须要相信 你必须要用口承认 在你的心里承认 你必须要有行动 实现你所承认的 那你就能接受神迹 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 可能你说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的信心也好像不足够 来相信这个神迹 好像神可以医治我 或者是神可以聆听我的祷告 神可以让我从我这个困境 从这个奇妙的事 我想不到的事 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可能没有这样子的能力 我能不能 我没有这样子的信心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兄弟兄姐妹 你能 在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说 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 告诉了我们说 这样子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反思都能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反思都能 你是能的 你能因为最大的奇迹 曾经发生在过你生命里面 那就是接受 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 让我们这个人生 有了盼望 从这个人生 是往这个死亡的道路 再次当我们接受耶稣 奇迹发生了 我们不再往这个死亡的道路 但是我们转了180度 就是往这个生命的道路 我们往这个永生的生命的道路而走 那个不是奇迹吗 不是吗 那个是最大的奇迹 在我们的生命发生了 那为何会发生这么大的奇迹呢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承认 用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口中承认 我们用行动来表示 我们接受神的这个最大的救恩 最大的奇迹 在我们的生命发生 同样的其他的神迹 同样的其他的奇迹 也可以透过我们相信 我们承认 我们的心里面 心思应验承认 还有呢 就是我们用行动 来确定我们所承认的 那我们就能接受 神所赐下的神迹 神所要造奇妙的事 在你的生命里面 那我们看到 这个同样的神迹 也是也可以 从这个承认 从这个相信 承认 行动 接受 开始 那我们要相信神的话 那这个相信呢 就是要有信心 那刚才我们已经听到 神的话语说 做有信 你做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那要相信 要有信心 是怎么样 是培养起来的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刚才我已经讲到了 可能很多人说 哎呦 我不知道了 有没有奇妙的事 神机会 发生在我的事 我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 那这个信心 是要培养起来的 我们要怎么样 来培养信心呢 那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 那我们要在这里看到 是信心在这个 我们要读在这个圣经里面 我们的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 那我们知道 信心是从听道而来 是从听见而来 是基督的话而来的 神的话语有两种 在这个圣经里面 描述 用这个希腊文 告诉我们 用描述这个神的话语呢 有两个的名词 就是一个是Logos 一个就是Rema 那就是Logos呢 就是等于说 一切神 这个一切神的话语呢 就是用Logos来表示 但是如果有现在 现在像我在跟你们讲道的时候 这个神的话语 就变成Rema 当我读圣经的时候 就成为Rema Rema就是现在的话语 现在要给你讲的话语 是给你这此时此刻 你所需要的话语 那我们就是要听基督的话语 基督的话语就是Rema 就是现在要跟你讲的话语 让你的信心增加 让你的信心培养起来 那我们就是要听神的话语 我们要听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不要做其他的东西 不要拿什么 喝东西啊 或者是我们现在在家里听的话 可能没有 没有这么被这个空间的 这个限制 我们就觉得 啊等一下啦 我们在喝东西啊 或者是看喝东西啊 才来听神的话 不要 我们要专心专注的来听这个Rema 就是神现在的话语 要告诉我们什么 要增加我们的信心是什么 那现在神呢 透过很多的节道来与我们讲话 第一我们看到的神是透过他的仆人在讲道的时候 因此我们都要听我们为何在神的仆人在讲道的时候 我们要用心的听 因为那个就是Rema 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在此时此刻要来喂养 来要来培养你的信心 要来增加你的信心 此时此刻你就要听神的话语 那神的话语是透过他的仆人在讲道的时候 在跟你们讲道的时候 那个话语就来培养你的信心 来增加你的信心 来喂养你的信心 那当为何我们要到这个教会来听道呢 就是这样子的作用 作用就是Rema 这样神的话语在那个时刻来给你增加你的信心 他只是像现在我们用这个YouTube跟你们在讲道的时候 讲这个道的时候 让他成为Rema 让他成为现在神所讲的话语 要来增加我的信心 那我鼓励大家兄弟姐妹专心专意的来听神的话语 因为这个神的话语就像Rema一样就会在此时此刻增加我们的信心 那我们要来听神的话语 那神的话语是透过三个节道 第一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透过神的仆人为你们讲道的时候 第二就是透过圣经 当我们领读圣经 我们每一天就是为何我们的牧师 李牧师还有我们大家都鼓励兄弟姐妹每一天都要查看圣经 要读圣经 当我们查看圣经的时候 可能很多的兄弟姐妹说 哎呀,我读这个圣经这么难哦 好像不知道不清楚怎么样子的 晓得更加了解这个圣经的话语呢 那当我要教导兄弟姐妹 可能当你要读圣经的时候 你还没有翻开圣经的时候你就祷告 恳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 因为圣灵呢 是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清楚知道 因为圣灵是好像就是这个 就像好像普希老师一样哦 好像我们在这个 好像我是在读高中的时候 我是很不会 呃,不会 不很会这个 在这个算术啊 在这个Mathematic啊 这个一方面呢 就是在 集合啊 这样子的我很 我很 很难明白 很难知道 从课程中 从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在前面讲课的时候 我不大知道要怎么样去的 去解读这个 要怎么样去做的这个难题 那后来呢 我的父亲看到我这样子的成绩很不好 在这个算术啊 或者是在这个Mathematic之间的 这个不大好呢 那就请了一个普希老师 来帮我解读这个在课程里面中的 这个方程啊 这个程式啊 那当这个老师每天到这个补习班的时候 这个老师来的时候呢 那我就很清楚知道 啊,这个是这样子来的 这个是从这里来的 这个是怎么样子的去算起来 才可以得到这个的这个数目 那我就用这个老师来帮助我 来让我更明白 清楚知道这个课程所要教的 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子 让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 读到在这个约翰福音 让我们看这个圣灵是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那圣灵呢 会带我们 会指引我们 从这个真理面清楚明白 知道神的旨意 那我要鼓励大家 兄弟姐妹 当你们要读圣经的时候 你邀请圣灵来指导你 邀请圣灵来再一次的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会看得明白 你会看到得更清楚 还有呢 神呢 会将将来的事也指引出来 也让你知道 那如果你说圣灵是何等的奇妙 来帮助我们 怎么样子的来指导 就像我的补席老师一样 让我清楚明白知道 在课程里面的这个东西 让我更加的知道 怎么样子的去应用它 怎么样子的指引我的脚步 怎么样子的来看到神 要在我们生命里所要做的工作 这样我们大家鼓励兄弟姐妹 当你翻开圣经读的时候 你就祷告 邀请圣灵来到你身上 来指引你 当你看到圣经的话语的时候 这样他指引你 神所要你看到的真理 那第三 神呢 也透过环境来说话 那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呢 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的生命很多就是被关 关闭的这个路 也有被打开的路 但是神呢 要我们 他用关闭 闭上这条路 关闭这条路 这样又打开其他的路 这样我们知道这个环境 这样我们知道神的心意 神的话语 神的这个旨意 要在我们的身上实行 那神不会随随便便关门的 神不会随随便便的 就让你的生命 充满着关门的这个 这个遭遇 但是神不会 神是透过他所要做的事情 他所要实现他的旨意 在我们的生命 他会关门 会关我们所要走的那个门 所要走的道路 但是他也会开其他的那个门 让我们可以走进他的旨意当中 那如果 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 关了一闪门 关了一闪门的时候 我们不要悲心 我们不要气馁 我们不要悲心 我们觉得 好像是 哎呀这个神根本都不关 不知道我的困境 但是 因为神关门呢 他一定为你打开其他的门 那如果你看到其他的门开了的时候呢 你就要勇往直前 要一直要勇气增加的 就要直接的进入神所开的门里面 那你要祷告 你也要让神再一次的透过他的话语 确认你所要做的事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 神呢 他要增加我们的信心呢 有透过三个的接道 就是透过他的仆人在讲道的时候 就是当你带读圣经的时候 神呢也要增加你的信心 神呢也要用四周围的 这个四周围所发生的事 来增加我们的信心 要来增加我们知道 我们活在他的旨意当中 那很多人呢 以为呢 只要相信有神迹会发生呢 只要相信而已 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与神沟通 没有足够的时间 与神在一起的 那他们就是听人家说 啊在这里有神迹 在那里有神迹 但是他自己本身呢 没有时间与神沟通 没有花时间在神 在这个跟神奇迹在一起 跟神了解神的知义 来知道神的话语 根本都没有听神的话语 没有查经 没有读经 也没有听到 也没有透过这个四周围的环境 更加的知道 但是他们只是听到 啊这里那个大牧师在祷告的时候 就有神迹 那神迹呢很难会发生在这样子的 在这个人的身上 那因为呢 因为神 你没有时间与神在一起 他是了解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 改变你的心思应验 让神的话 扎根在你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刚才信心是什么 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听到 听道有三个阶段 听道有三个阶段 是从神的仆人的讲道 是从我们自己看圣经 读圣经 了解圣经的 还有呢 就是从四周围 我们听见神的声音 在我们他的旨意 实现在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在那里 没有听到 也没有读圣经 也没有更加的敏感 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呢 那我们怎么样会有信心呢 那我们知道信心呢 是唯一神迹要发生的 是要透过信心才能发生 那如果我们没有信心 那我们怎么样子 我们没有神的话语 来改变我们的心思应验 我们怎么样能有足够的信心 来接受神迹所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 那神迹是不可能这样子的发生 什么是你相信在心里 你承认在口里 你用行动走 承认这个你所相信的 那就是你可以接受的神迹 你要让神的话 一直重复的 一直让你的耳朵 在你心里面充满着神的话 那为何我们要鼓励大家 兄弟姐妹 如果你们觉得没有力 眼力不好 看圣经很难 就听神的话 也有很多圣经 用人的声音灵度出来的 我们每一天听 每一天都知道 引导 邀请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所听到的 让我们明白清楚知道 每一天的 重复的 一直让你的耳朵 心里充满着神的话 直到你有建立 培养起来的信心 接受神迹呢 接受神迹的信心呢 就升起了 当你的信心一上 神迹就发生了 奇妙的事 就会发生了 那就是像这个 邪漏的夫人 就是像圣经里面 我们看 这个邪漏的夫人 就在这个 马太福音 就有第九章 第 在这个马太福音 第九章 第二十节 告诉我们说 有一位邪漏 有一个女人 换了十二年的邪漏 来到耶稣背后 摸他遗伤 碎子 因为他心里说 我只摸他的遗伤 就必全弈 耶稣转过来 看见他 就说 女儿 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从那时候 女人就全弈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邪漏的女人 所做的 他在心里 相信 他听到了 耶稣要来到他们这里 他看到了耶稣 在他们的当中 他心里相信 我只要摸他的遗伤 我只要摸他的遗伤 我就必全弈了 那我们 他就在他的心里面说 我只要摸着他的遗伤 我就必全弈 那当他想着这个时候 他就用手去摸耶稣的遗伤 那你看 他在心里相信 耶稣能医治他 导致他在用心 大声的用心的说出来 也用行动伸出手来 用行动做出来 来摸耶稣的遗伤 那神迹 他所经历 神迹 所发生的 他就接受了神迹 他就接受了神迹 被医治了 他所经历的神迹 不是耶稣 所决定的 不是耶稣说 我看是今天我要医治谁 我要给谁这个神迹 不是这样子的 耶稣没有也不会突然 要对这个夫人做这个神迹 是这个夫人 要让神迹发生在他的身上 他相信 他听了神的话 他有信心 他知道耶稣会医治人的疾病 他听到了 他也相信 他在心里面说 只要我摸到 只要我摸到 他的信心就起来了 他用行动实现 他的信心 他就伸出手来摸 耶稣的这个医伤 那我们就看到神迹就发生了 他的信心发起神的能力 他的信心在他摸到 耶稣的医伤的时候 他的信心跟耶稣的能力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成就了神迹发生在他的身上 那你看耶稣在 马太福音第九二十二节说 你儿放心 你儿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不是说他摸一嗓 但是是因为他的信心 他用行动走出来 他的信心是用行动走出来 摸到耶稣 但是耶稣以神耶稣的能力 他信心触动了神的能力 他的信心 启发了耶稣的能力 从耶稣的身上 能力就走出来 来医治他 成就他的神迹 发生在他的身上 你也同样拥有这样的机会 神的能力是存在 以我们每一天到哪里 每一处都是有神的神迹 但是是你的信心 在启发这个神的能力 在让神迹 这样奇妙的事 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 让神的能力 进入到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环境 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 启发起神的能力 因为神的能力是在四周围 在我们的大四周围 我们的神的能力 在每一处都是神的能力 但是我们的信心 要启发起这个神的能力 让这个神的能力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环境 你行动吧 你就起来 你要用你的信心 不要只是嘴巴讲而已 在心里面讲而已 但是要行动起来 我们要用信心 我们要用祷告 我们要用坚持的信心 一直的祷告 一直不住的祷告 这样这个神迹 一直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 行动起来吧 兄弟姐妹 来到耶稣这里 相信 承认 承认 行动 今天 你就能接受神的神迹 发生在你身上 那我要在这里 最后我要跟大家读的这个圣经阶段 是在加加利亚 加加利亚第四章第六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这是耶和华 只是说 所罗巴伯的 万金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花能成事 我们是要依靠神的灵 在我们的身上 应行 将我们的信心 与神的能力 结合在一起 那神迹 就可以发生了 那我们要行动起来 我们要依靠神的能力 我们要依靠 我们要行动 让我们的信心 有这个显现出来 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可以 呃 呃 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 在我们的四周围 在这个空气 在这个世上 一切 没有任何一处 都没有充满神的能力 那是什么样子 将那个神的能力 在我们 应行 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的四周围 在我们的 呃 这个 呃 呃 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就是要透过 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用 我们要接受 我们要信 我们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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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有信心 那我们也要承认 在我们的嘴巴 在我们承认的当中 我们要用行动 行出来 那呃 呃 当我们行动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就启动了 神的能力 在我们四周围的 神的能力呢 我们的启动 跟我们的信心 联合起来 那神迹就会发生 兄弟姐妹 你们要有看到神迹 发生在你的生命吗 你要今天看到神可以 用神的大能来医治你吗 你就要像邪漏的夫人一样 是他的信心 是他的信心救了他 是他的信心 医治了他 是他的信心 启动了耶稣的能力 从耶稣 从耶稣涌出来的能力 来医治他 来让他 成就了神的神迹 在他的身上 兄弟姐妹 你的信心是何等大的能力 但是这个信心呢 是要透过每一天 不歇许的 听神的道 听神仆人传道 就讲道的时候 就让他成为Rama 现在你所需要的这个话语 现在你所需要的神的话语 在你的生命里 让他增加你的信心 让他成为喂养你的信心 让你的信心强大起来 那第二就是要透过你看圣经 但你看圣经 很多时候你不明白 你邀请圣灵来指引你 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 圣灵是指引我们真理 让我们清楚明白知道 神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是透过四周围的环境 神开门 神关门 在我们的生命里 让我们看到他的旨意 让我们进入他的旨意 增加我们的信心 那透过这三种来培养 来喂养我们的信心 当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 已经升起的时候呢 我们就行动出来 我们就祷告 我们就将一切的行动起来 那神就透过我们的信心 以他的能力结合起来 就成就了神的神经 在我们的生命 感谢主 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话语 能鼓励大家 兄弟姐妹 在增加培养你的信心 感谢主 我们再次的祷告 主耶稣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再次的我们要将神的话语 已经搅灌在我们 兄弟兄姐妹的心里面 将你的话语 称为瑞玛 成为这个神 所此时此刻 要增加我们信心的话语 主此时此刻 将这个话语称为瑞玛 在我们的信中主耶稣 再次的将我们众弟兄姐妹 全然都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 当我们的信心结合于你的能力 你大能的能力 没有限制的能力 那神就会如此真实的 发生在我们的生命 谢谢你主耶稣 再次的将一切都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 我们要这样子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自民所求 Hallelujah Amen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